疫情影响到民生经济花莲市爱花莲食物银行这段期间 申领人次增加了物资有短缺的现象 花莲市民代表会得知目前最欠缺成人用的尿布 特别由主席苏美珠号召了代表会同仁捐款 采购一批成人纸尿裤送到了爱花莲食物银行 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获得帮助 110代成人纸尿裤送抵爱花莲食物银行可正是结了燃眉之急 这次花莲市民代表会得知物资短缺状况 由主席苏美珠号召代表会同仁共同慷慨乐捐 这个聚会的地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代表们都有来参与 那不一定的时间都会跟公所那边有一些联系 那公所那边跟我们讲的最近好像老人家的那个 就是他们通常都是用了纸尿布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晚上的时间他需要的时间要比较长 所以我们就大家及时管理呢 同仁们大家都发挥爱心一起来捐助 就是等于算是穿起来的那个叫什么 就是他们说的是包大人的部分 那在我们短期间呢就这一程大家蒙蒙 就默默的应该是大家都是出钱出力 到这边来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传承一直的延续下去 华联市长魏嘉贤亲自颁发感谢状向市民代表们致上最深的谢意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代表会 由主席来率团率领所有的代表 那今天立临会场也有徐子方议员 那共同来捐赠我们尿布一批 其实我们知道食物银行刚炒创的时候 面临到非常多的一些困境 那尤其是在疫情之后也有碰到一些物资不够的一个情况 那主席得知这个状况之后 还有我们代表会全力的来协助花莲施工所 那也采买了一些尿布 还有一些生活物资来协助这些需要帮助的民众 让我们在今天感受到满满的温暖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食物银行的一个平台 未来能够协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我们知道若是家庭的各种状况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孩子有的是年纪大的一个长者 那我们针对各种不同的需求 未来也会针对他们的需要 来协助他们解决面临的困难跟困境 除了捐助这一批成人纸尿库 多位代表们也在食物银行里头巡视 看看是否还短缺哪一类物资 代表们除了肯定食物银行功能 也表示会随时关心物资库存状况 有任何需要补足的地方 代表们会个人捐助或者是号召企业社团共同来帮忙 让有紧急需求的民众可以获得帮助 这里会换是报道